來看一下,所以後面的部分可能又要稍微更上一層樓 CSV是簡單,而且有Credit Table輔助 所以又簡單又更簡單 但是呢,Jason跟XM,第一個它格式複雜 第二個Credit Table沒辦法幫上忙 所以會變成難又更加難一點點 所以這個可能各位要點心理準備 其實前面CSV真的簡單,中間要逗點而已 後面換行而已,但是Jason真的是非常複雜 而且每一個Jason長的都不一樣 可能有的是中瓜糊,有的大瓜糊 有的是長這樣,有的長這樣 所以假設你不能夠解析它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把它的資料變成Excel的一個表格 舉例來看,所以待會請你把它打開 首先打開之後的話,什麼叫Jason 這個我想,這個英文名稱叫Jason OK,那它的全名就是這個啦 其實主要就是跟那個JavaScript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有非常大的關聯性 因為最早的話,做資料交換嘛 當然如果在網頁上面 網頁裡面有那個JavaScript 如果要做資料交換的時候 它希望能夠把一個資料當成一個物件來處理 所以就衍生出Jason這種格式 其他的話,底下這個敘述 不妨你們自己再看一下 那至於這個Jason跟CSV的比較 其實這底下也有啦 你會發現,文件大小 然後比較緊湊嘛 那安全性的話呢 因為他CSV 那主要Jason的優勢就是在什麼呢 輕鬆可以與API有沒有做一個串接 所以現在有很多的API連結都會用Jason的這種格式 所以假如說你不懂的Jason的解析的話 將來如果人家剛好給你一個Jason的連結 那你可能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OK 那目前的話應該會越來越普及啦 那至於那個比較細節的部分 我們直接來看好了 所以待會請各位我舉個比較常見的例子 就是那個P2.5的官網 那你把它點開來 這個是行政院的應該是環保署 它裡面的話它有分下載資料格式 那當然有CSV 也有Jason 也有XML 所以這個資料的話它三個都提供 那我們來看一下Jason的部分 檢視一下 它的編碼是UTF8 這應該沒問題 那資料的欄位數的話有一個 兩個、三個、四個、五個欄位 OK 然後它的網址在這邊 所以你把它點擊下去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的話它不是下載一個檔案 而是另外開一個新的網頁 有沒有在這邊 那Jason的話它的結構就長這樣 有沒有發現 首先的話你應該會看到 瓜糊部分好了 其實瓜糊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大瓜糊 一種是中瓜糊 OK 那其實跟各位講 如果是大瓜糊的話 它的名稱 假設我們用Python裡面的資料形態 來解釋的話 那個大瓜糊就是所謂的字典 字典的話就是有點像一個什麼 一個key加一個value 有沒有 所以大瓜糊後面的話一定會有個key 然後中間會加一個冒號 後面就是它的value 那意思就是說有點像是一個 一筆資料 資料的話有它的編 有它的ID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它放的資料 那當然我們首先要知道說 到底我的資料放哪裡呢 我需要的資料 其實各位可以發現 其實上面的這些其實都不需要 我們需要的資料在這裡 這個是它的key 有沒有發現 叫Record 然後呢 那它後面就是這些啦 那再來的話你可以發現 這邊有個中瓜糊 所以中瓜糊的話 如果以那個Python來看的話 它就叫串列啦 串列的話有點像是 跟大瓜糊不一樣的地方是 串列它沒有key 它只有value 如果這樣看的話 字體有點像兩欄 然後呢 中瓜糊串列有點像一欄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裡面不會有key 所以直接放一筆資料 有沒有 然後這個是第一筆 豆點第二筆在這裡 豆點第三筆在這裡 那你會發現 大瓜糊呢 一樣喔 它有key有value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key 這個有點像它的value 那如果以這個欄位來解釋的話 這個key有點像欄位名稱 有沒有 後面的話就是它的資料 所以有點像這樣啦 它的key 它的欄位名稱這個是它欄位名稱 這個它資料 有沒有 所以總共有五個欄位 然後呢有五個資料 那下一個資料也是這樣 五個欄位 五個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喔 它前面的欄位名稱不斷重複 有沒有 都一直重複 後面的資料呢沒有重複 所以今天我們的任務怎樣 我希望把這個json的資料 第一個先把它下載下來 第二個的話呢 解析我們要的資料 位置在哪裡 其實就是這個啦 其實就是recourse 這個key 然後呢 把後面的value給抓回來 那抓回來之後的話呢 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取出後面的部分就好了 然後呢把它放在哪裡 把它放在excel裡面就好了 所以其實最後的話 其實只需要這個啦 這個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 第四 第五 然後再第二三四五 那所以呢 這個資料怎麼把它全部抓下來 這個請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然後待會的話方法喔 其實VBA裡面要處理json 哇真的很不容易啦 當然這個地方的話 json你如果假設 你將來也會遇到更複雜的json格式 我是推薦各位呢 可以使用一個工具 叫做jsonedit 有沒有 json後面加一個edit 那這個網上的話呢 有個優點 我是也蠻喜歡的 就是以後如果你遇到像剛剛這個json格式 你懶得去找它的key跟value的話 很簡單 一 把它Ctrl-A 全選 Ctrl-C 然後直接把它貼到jsonedit的這個test裡面 有沒有這邊是test 然後把它切到tree tree的話就是把它樹狀結構 那你會發現喔 它就會把資料轉換成樹狀結構 你要怎麼解析它 很簡單喔 這個地方前面有個倒三角形對不對 那你把它收折之後 其實你可以看到外面是大瓜糊 裡面的話等於是十個key的意思啦 那十個key的話呢 對應到就是一、二、三、四 這麼多個 那其中你找一下 我們要的資料在這裡 有沒有 當然你可以看後面 後面有個78個item 也就是說recourse裡面呢 總共有70 對應到的話78個 其實就78筆 78列資料 那每一列裡面的話 總共有 一樣五個key 有沒有 然後五個 所以五個欄位 裡面放五個資料 那當然呢 那如果你知道這個結構之後的話 那待會我們要思考 如果把這個資料 把它抓到eSale裡面 那用的方法的話 其實 如果我們是最新的版本 有沒有 它裡面會有什麼 資料 取得資料裡面有個從json 就可以直接輕易的 完全不用寫程式的狀況 就可以把json的檔案 或者資料 直接匯入到eSale 可是前提是 你必須要是最新的eSale版本 可能要2019 那目前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個版本有沒有 好像看了一下 2016 2016嘛 所以這裡面好像沒有 有沒有 所以這邊有沒有 有沒有從json 好像只有從xml有 但是沒有json 所以如果假設你的版本 並不是最新的話 那可能你就要用VBA自己寫了 至於要怎麼寫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好了 所以請各位稍微 如果你是最新版 就是點擊 然後再去選 但是你選的時候也不能選錯 而且這邊也需要 有那個key跟value的概念 否則的話 你也沒辦法把它全部抓下來 那至於要怎麼樣去抓這個資料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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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